小羊溜溜 星期天的早晨,妈妈一早就起床做好了一桌丰盛的早餐,牛奶,鸡蛋面包,还有葱油饼。 溜溜和爸爸妈妈一起吃早餐。 溜溜和妈妈同时想加一块葱油饼。 溜溜立刻把筷子退了回来说道,妈妈,您先请。 妈妈微笑地点点头说道,谢谢你,我的好孩子。 溜溜和爸爸同时想再倒一杯牛奶。 溜溜立刻说道,爸爸,您先请。 爸爸微笑地点点头说道,谢谢你,我的好孩子。 吃完早饭,溜溜对爸爸妈妈说, 爸爸妈妈,上午我要去猪小弟家玩,中午就回来了。 去吧,孩子,路上注意安全。 出了家门,来到电梯前,溜溜按了一下下的标志。 不一会儿,熊爷爷也过来了。 溜溜有礼貌地和熊爷爷打招呼。 熊爷爷,早上好。 哎,哎,你好呀,小羊溜溜,你这是去哪里呀? 我要去猪小弟家里。 刚说完,电梯来了,门打开了。 溜溜做了一个手势说道,熊爷爷,您先请。 等熊爷爷进电梯了,小羊溜溜才进去。 不一会儿,一楼到了。 熊爷爷,您先请。 坐公交车的时候,小羊先是站着的。 后来,中途有一位乘客下车了,空出一个座位。 小羊看见旁边有一位兔阿姨,手上拎着菜。 他有礼貌地说道, 阿姨,您先请。 兔阿姨,夸奖溜溜。 真是个有礼貌的好孩子。 不一会儿,小羊溜溜就来到猪小弟的家里。 和猪小弟一起搭飞机模型,玩得可开心了。